不知道从哪儿冲出来一伙人争抢东西 就把我们冲散了 等他们不见的时候 女儿也不见了 我找不到她 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 这会是谁啊 苏三郎心里慌乱了 他不知道会是谁对苏晓菱不利 爹 娘 你们别急 不管是谁抓了姐姐 他们总得有个企图 暂时姐姐肯定是安全的 别急也别慌 你们去找曾外祖 请他们帮忙查一查 我去找一个人帮忙 好 我们这就过去 娘 你们在哪条街走散的 西门街 好 那我们事不宜迟 我先过去了 赵氏回来及时 他现在过去找一下 说不定能有点线索 苏小璐很快地出门了 西门街的菜市场 依然有很多行人 苏小璐四处找了找 也没有找到可用的消息 他无奈只好先放弃这儿 去了明王府 他没想到 会和周智见面得这么频繁 昨夜才请他帮忙 现在又请他帮忙 周智见到苏小璐 不等苏小璐开口 他就先贴心地问 小璐 出什么事情了 苏小璐也没扭捏 就把苏小璐失踪的事情说了 他觉得可能是皇后 因为皇后最可疑 周智一下子 就明白苏小璐的想法了 小龐您先等我一下 我进宫一趟 事与不事 我试探一番就知晓了 我会派人 从失踪的地方开始查探 请不吝点赞 订阅